除了投資詐騙 警官其實現在詐騙集團 針對的銀髮族 銀髮族年紀大面子薄 他們就算準了 他們遇到的事情 也不敢跟別人講 所以就趁著他們的孤立感 這些不肖之徒就有機可乘了 現在銀髮族被詐騙的比例有多高 銀髮族現在目前被詐騙的手法 以賈茂公務機關 公務員 俗稱賈錢金 還有拆拆我是誰 這兩種手法被詐騙損失的金額最多 什麼叫拆拆我是誰 拆拆我是誰就是說 我現在打一個電話 用亂槍打鳥的方式 打給你你接到了 電話我就跟你看親看疼 說我什麼人什麼人你聽 你看就是 對方接電話是一個阿嬤 或是一個阿伯 因為他不知道 你真正的年級資料 所有都不知道 他就跟你討厭 現在說我什麼人 你不記得 你不記得我 電話就先說 聽說我們阿嬤說 你不是那個阿嬤 我的孫子是阿嬤嘛 他說對阿嬤 我就要阿嬤 他就照這個誓 跟你說我是阿嬤 阿嬤 你最近怎麼樣 就那個阿嬤完了 欠人錢 生理 那個頭路現在沒有頭路 阿嬤 你敢不等 那個阿嬤生肥 那個五萬塊 我兩天回去我錢才害你 阿嬤說我自己的孫子 現在外面過了不好 這樣喔 不然要怎麼用 我等那個阿嬤完了 他錢就真正不知道 他就回給他了 就叫拼了 這簡單喔 這是猜在我是誰 這猜在我是誰 就是跟你看清楚 你如果真的在剛才說 阿嬤要討厭 阿嬤我最近 稍微感冒得不好 所以沙嬤要討厭 不太一樣 那電腿要討厭 我就電腿要討厭 就直接這麼暗 他所有的都可以被騙 那你說吃減禁 那是怎麼樣 吃減禁就是這樣 最接的 他就是雞 以中華電信 不用靠上去拎刀 然後用語音錄音 說你的健保卡 有人拿你的健保卡來賠儀 你的中華電信 你的電話機沒電 要給你聽話 你如果有疑問 請你按酒 給你轉種機 然後你就會說 我們在二歲 在家裡電話聚會的人 對 英華族就是俗稱 我們六十五歲以上 在樓下你不知道 你才會起酒 就等一會兒 就開始了一個 假的中華電信的人 就會跟你說電話 他就說 你這個電話 有那個欠錢 他說沒有啊 我的電話機 都自動轉账的 我哪有可能 我會欠錢 他說這樣 你這個要什麼 完了的時候 電話 我們的資訊是說 你欠三萬塊 沒力 還要給你聽話 這樣 那是有什麼問題 你是不是有人 幫你申辦 用你的名字去辦 電話購買 你如果 那些資訊 你等一會兒 我幫你轉 我幫你轉個檢察機關 我剛優勢以來 只聽到我們台灣有這麼方便 中華電信轉檢察機 中華電信 還可以轉那個 等一會兒 檢察機關 等一會兒轉檢察官 每位都會轉的 我再給各位說明一下 他轉給 等一會兒 我們轉到檢察機關 等一會兒就一個165 165一個 王警官 那都是假帽 這位阿嬤 我跟妳說 你的電話 這支電話那三萬元 有人會申請 你這個電話 有去申請一個火頭 一個火頭裡面去涉嫌 擬人耳熟啦 洗錢啦 重大刑案 那如果要什麼 完了 現在有一個人 你這隻暗驚 有人會用這個名義 什麼去申請 你現在有涉及到 擬人耳熟的暗驚 你現在要什麼錢 人費280萬 給那個犯賢 那那犯賢費給你 人要不要放出來 錢給我帶他 人要不要放出來 所以現在 現在我幫你 你這個有問題 我幫你鑽檢查官 發官 像他還鑽去檢查官 鑽去發官 對 發官在哪裡呢 聯絡那個 鑽檢查官 發官來講 你要什麼完畢 移送地監署 這間暗驚 路人耳熟暗驚 跟你有關聯 你看是要用人報 要是用錢 物報 是要30萬 聯絡要什麼完畢 你如果說給你驚 接下去 我會說 上次驚的就是 給你什麼 給他害怕 恐嚇的資源 不可以報完 這種的事情 鑽查不公開 你也不可以 跟你的家人說 任何人都不可以說 這樣我會跟你說 你那些什麼完畢 竟然僅僅30萬 以前都要什麼 都面交 面交警察機關 破獲率比較高 因為如果有當時 會去發言 若果議 來一些假檢情 都會派假書機關 廁所來當面 給阿嬤僅錢 阿嬤如果有地隔 那些什麼 剛才是有家事 有跟他說 情報如果介入 往往在高情的時候 就叫警察 把當場炒好 抓到 所以現在 委員都叫你用火 你阿嬤不知道 要用火 不是有記錄 對 有記錄 那都是 他的火頭 都是洗錢人頭帳戶 他只要你火的完了 可以賺的就賺 可以ATM 領著就領著 如果他整個跟你騙 說那些什麼 你這些錢是什麼 蓋林貴 他都有規定 多少錢 完了的時候 給他騙百幾萬 其實你要說 你要說 因為現在金銀行 跟警察機關 互動會很好 我們有交代 一定要做高關懷提問 對 你怎麼 什麼會好想 這幾會 你是不是要叫詐騙集團 騙去 你這個錢要花 做什麼用途 詐騙集團 都叫戰所扯 跟他阿嬤說 我跟他說 你錢萬一萬 你不能說錢要花什麼 你那些事 一整天 跟你們阿嬤 跟你們什麼人 救錢 他可以 現在錢要花他 哇 這樣整圖的 整圖的 所以一開始 剛才經營一通電話 因為你的電話 錢不僵 對 哇 這照片集團 過程 差不多離不開 第一 你的室內電話 是 欠費 對 將一一聽話 有一份 像報案9 好 假冒電信公司 假冒 健保局 假冒醫院 說你的 健保卡 健保卡 被招 對 濫用 停用 再來什麼 申辦電話 欠電話費 然後直接就給你 轉接 假警察 假警察 跟你說 你涉及刑案 人頭帳戶 重大刑案 詐欺 辱人 屬案 而且偵查不公開 要求你 不可以跟家屬任何人 透露 你只聽了 就怕 我再來 我給你 轉接 加檢察官 法官 年後 他就會說 你被害人 新聞情侵 協助申請 你要把所有的錢 領出來 給法院 給你監管 這件案件 偵查 結束 你如果沒事情 阿嬤跟你無關 我們的錢 就自然會 救害你 這是 聽了你領多少 全部都騙多少 不可能會害你 哇 儘管這樣 只因為一桶電話 我給你請問 阿嬤 剛才這款電話 我要怎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 電信公司 我們有時候 真的轉帳的時候 他可能轉不過去 就可能欠費了 就是這種完全 你完全沒有借薪的 怎麼辦 怎麼防炸呢 我在這裡特別 跟我們全國的觀眾說明一下 第一啦 檢察官跟警察官 他不說要監管任何人的帳戶 監情啊 不會要求要收取你的現金 也不會說你金融存款要提出來 監管 保管你的存款帳戶 第三個 你基欠健保費 或者是電信費用 他都是用資本給你統帝 不可能用電話給你統帝 你如果要什麼 也只是詐騙集團 只會說一支電話 可以轉給整個機關 我們台灣 你聽這個術語手法 這就是詐騙 完全不要理會 情緒跟你的情緒 不要受影響 直接掛斷電話 那簡訊呢 他們會不會用 如果說到簡訊 那個真的還假的呢 簡訊 因為這個詐騙集團 他大部分都是 他的基盤都是在國外 所以他如果傳你的簡訊 任何要是卡通通電話 有一個加字 加字 我們現在打造國家隊 所以你電話的顯示 有一個加字 這個就是 給你提醒一下 這個就是 非常有可能是詐騙電話 詐騙簡訊 幾乎是啦 幾乎是啦 所以我們的打造國家隊 已經在研究了 那個加字 是不是直接 你接電話 要是我們找的人 不知道這加字的電話 簡訊 什麼意思 乾脆你可不可以加注 這是境外來電 境外簡訊 還是一次詐騙電話 詐騙簡訊 你要提醒一下 這樣你就會減少一些 營法族相關的人被詐騙 請問我問 如果真的接到這種電話 我把它掛到 我可以靠去 警察局問一問 問說這是真的假的 這種你只要接到任何 可疑 來路不明的電話 你只要卡165 反詐騙知識的電話 他會給你 說明解釋得很清楚 這就是詐騙 OK 所以我打165 然後跟他講說 我剛剛遇到的什麼狀況 電信公司打給我 跟我講說欠費 我把事情跟他講 他就會告訴我 我們應該怎麼做 是 總而言之 你有任務 疑問 都可以報答 24小時165反詐騙 諮詢專線電話查詢 好 165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要特別問 我現在自己身為家長 我也很擔心 打工求職都忘記到了 現在很多人 這幾年都是這樣 去找一個工作而已 就不拔起來了 然後要不然就被騙了 然後什麼樣的身份證 什麼樣的個人資料 全部都落入詐騙集團的手中 怎麼樣防在現在打空求職的 一個詐騙手法 剛才有講的類似這些 任何的文字 你千萬不要接觸 這個是標準百分之百 你要去想想看 你自己你唸了多少的學歷 經歷 他為什麼有這麼高的薪水 會來在這裡網路真財 這就是標準的詐騙 你也千萬不要好高無緣 想要坐輕鬆的空氣 你如果去認證 國外是這樣 國外只要有任何 你在網路上標榜 任何因為現在說疫情關係 所以要求你來應徵工作 貼寫你的個人資料 完整的個人資料 而且你還要辦一個銀行的火頭 這些卡車都要寫 他說方便 發薪水的時候 轉帳給你 這都標準的 這都不是政黨的 一間公司的 這最好你 他就是要叫你做什麼 給我輕鬆的 我是怎麼會勸這裡 要印證 就是你以後很輕鬆的 把我們公司的會計 去銀行 帶領錢 薪水很高的 這你一聽就知道 我告訴你 這要叫你做什麼 叫你做廁所 詐騙集團的廁所 這要叫你什麼 困難的火頭 金融卡 這要叫你做洗錢的賬戶 很多人用這樣欠錢 真的 跟他親身辦的困難的 火頭 聯絡跟他的金融卡 去賣給詐騙集團 得不償失 後面負擔嚴重獲果 很嚴重 好 所以第一個高薪 第二個標榜要辦你 仲介到國外去 然後做一些錢多事少 離家境的 這些都有問題 對 如果遇到了怎麼辦 嚴寢官 我跟你說青少年 你在求職面試 對於你的面試地點 跟你的空客要做什麼 所有的你都不清楚 有疑慮的話 你一定要跟你的家人 親朋好友陪同前往 最主要是千萬五活體 一些網路廣告不明 直接就可以應徵了 你一定要有實體的公司 你去那裡看 一定要有面試 跟你說 說得很上誓 然後千萬不可以當面 把你所有的資料 個人資料 把你的完整的金融卡 包括信用卡 你提款卡 什麼都照顧給對方 第一時間面試的時候 就做給他不行 對 絕對不行 絕對不行 一定會有什麼理由 什麼的照顧 你都不確定 你有入試嗎 你都不去公司參觀 你把資料都給人 了解 這很危險 OK 好 今天時間很短 但是我們希望 嚴警官的提醒 最重要 你遇到什麼狀況 打165就對了 是 在這裡 要跟所有的觀眾要提醒 我們在任何的詐騙上 有任何疑問 可以歡迎撥達24小時165 反詐騙之行 鑽線電話 記住 善用165 防詐不漏 OK 好 投資獲利拿不回來 打165 是 然後接到了電信費 沒有繳怎麼辦 又轉給警察官 然後又轉給法官 打165 求職遇到的什麼不對勁 這句話 打165 OK 反正那麼的問題 你打165 我都可以幫你解決 好 嚴警官 謝謝您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些幫助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